游客 游客 我记得生上人头 我要定了 继续开 是 终于到了 吓死我了 他这是杀人了吧 别说了 快报警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说好都带我出去玩呢 我待在这里都要无聊死了啦 保护好我母亲 绝不能让她出一点事 等我回来后 带你出去玩 真的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现在 就只剩下北门了 盟主 我们不怕忠惊江家 他们要是敢派人来 我们就敢跟他们火拼 你们好好修炼 提升实力 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 我自然会叫你们 除此之外 帮我保护好母亲 不要让她受到骚扰 是 盟主放心 这是自然 盟主 你要去哪里 我要南下 盟主 江湖诛杀令已经发布 你不如留在北盟 我们一定跟盟主共进退 是啊盟主 我去意已决 你们不用相劝 我这一路纯靠步行 也是我的一次修行之旅 希望一个月后 我抵达江南 在那里发出号召的时候 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如果到那时候 你们还是这种实力 那不来也罢 看来 盟主并没有把这次江湖诛杀令 放在心上 这难变的天 也要变了 这里的灵气浓度 居然比外界要高很多 而且越往山上走 灵气就越浓厚 倘若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 境界都会有些许精进 这有精准的灵气气息是 这 这是山精啊 山精 山川中秀之地 灵气浓郁之处 才有可能孕育出来的灵物 躯体里包含着大量灵气 若是山精能超多进化 就能蜕变成更高层次的生命体 能试展出不凡的威能 被修仙者奉为极品灵物 地球灵气稀薄 导致修炼速度缓慢 若是能得到这山精 凭借它体内蕴含的灵气 我甚至能在短时间内 突破到圆丹井 超脱出炼气层次 不过不急 山精警觉性很强 速度也很快 若想要抓住它 得小心行事 难道这山精是有人喂养的 这就有点麻烦了 这老人 这个老人体内蕴含的能量 已经超越了炼气中气的修真者 甚至 比如今的我 还要强上好几个档次 倒是没想到华夏竟有这种强者 山精有主 还是此等强者 留在这里难免产生误会 什么人 你 阁下有何贵干 在别人修炼之时 不经人允许 悄悄摸到身边这种行为 在修仙界可是大忌 老朽秦目 小友 可否告知于我 你是来自于哪里啊 是 哪个地方的人呢 在下北州人是 北州是金湖 小伙子 你很好 很好 很好啊 阁下到底想做什么 从昨晚开始 这个人就在一直跟着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突然发现一个 绝顶的人选 有点激动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真是个怪人 天天被这么盯着也不行 不如我换个位置修炼 这样就可以了 想不到这里居然有石嘴叶存在 石嘴叶 乃年身日久积聚的精华 普通人服用可强身健体 延延易寿 修真者则可用来淬炼肉身 修炼之间 我还没有修炼一门神通 今日正好借着这十所夜 修炼一门肉身神通出来 就这个了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最不容诛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彩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全家全红武功叫 是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我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兽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